全風鎮住邪惡裂 大刀劈盡無理事 逢星期四晚8點到9點半 條理龍目蘭花系主理 現代蠔客長 客家佬 牛精文 燕雞 大咪 啤梨 好 回來第二節的 現代蠔客長 我是啤梨 燕雞 大咪 客家佬 在進入禮節之前 跟我們的台也吹個雞 如果前天有看東平洲的直播 告訴一聽 回個archive 也好 我們今早上來 大家都知道我們現在 其實警方是很堪遇的 高急 高急 真的高急的 其實收錢真的很難 我自己在街上見到粉絲 每個人都說很支持你 看上去 我自己判斷 我都不覺得那些人 每個人都會按著袋子 幾元一天都會節省的 不是想節省這些事 但是你說那個方便度是真的頑皮的 你始終要去銀行排隊 有時差一點 你們要去排隊 或者轉帳 雖然現在有買香港銀行 都是麻煩的 但無論如何 大家都要習慣給錢 因為我們面對挑戰都大 接下來黃慧基要開台 人的時間很有限 如果你們覺得低俗的都可以 聽得下 或者聽慣了我們的聲音 不要說什麼 當作一種習慣 其實二百多元 二百二十八 半年 真的很划算 日後大家 比如說想去支持一下我們 去我們地板 或者在我們餐廳 我們都準備好一些形式 就在這裡 剛才忘記了大嬸 果然 準備好一些形式 大家去吃完飯 可以立刻填一些簡單資料 可以跟你開通飯低俗的重溫 因為現在這麼多節目 其實真的太划算了 縱然好像二百那些 都是要無才而不幸的 我都是二百的定戶 雖然她的節目我都沒有聽 好了 又說回梁志祥這裡的狼狼 這些狼狼說到沒話要說 李思燕 為什麼突然繞他 他都會哭 說不知道警察是不是壓力太大 好氣 即是他用葉劉的重量 就是說大家要體諒點點點點 又是那種屌裡哭 首先大家要搞清楚 李思燕前幾天被人踢爆 他是做雞的 曾經做雞 即是曾經做雞 不是現在在做雞 現在的兒子就不是老公生的 不知道哪一個好 他做雞之後 人家這樣踢爆了 唐人新唐人電視 說他還要帶一些恩客 回自己家玩3P 什麼叫做3P 如果我們計算李思燕自己本人 立即要跟兩個男人合起來3P 又或者跟一個姊妹 去serve一個男人 也是叫做3P 他帶回家玩3P 就被老公見到 3P那麼少 一氣之下 即是新唐人電視 即不是跟老公玩4P 老公一氣之下 就跟他離婚 我們覺得這樣 即是大家就不應該 為何每個人在此笑 尤其是做雞的 做雞是很平常的 做雞是很正當的行業 我真的覺得沒問題 尤其是很高尚的職業 我是真心覺得沒問題 有什麼問題 是很高尚的 如果正如我們這樣說 你寧願自己的女兒去做雞 還是自己的女兒不做雞 她是一個律師 不過人盡可乎 她每晚一夜站 那做雞有錢收 但是女兒一定是覺得 她每晚一夜站 是一個自由意願 她找兒子 而做雞 她自己覺得很便宜 但老實說 當然做雞好 做雞是職業 做雞有錢收 即是等於突然 我經常希望有一天 譬如突然我兒子 帶個女朋友回來 我說Merry Merry 你在哪裡辦事 他能夠很大方地跟我說 他是做雞的 我出來做雞 我出來做雞 出來做雞 我出來做雞 如果社會進化到這樣 那我問 你在哪裡做 我幫忙一下你 這樣就不至於 因為始終 為什麼呢 去到我兒子的代表很近 過幾年的事 他說 我在說 雪中情卡 OK 哦 那裡挺好的 生意 你的社會 其實去到這樣的時候 其實和諧很多 老實說 和諧 不要 壓抑自己的內心 那種邪念 好了 但我認為李斯堅 他是沒有本事做雞 他根本是不合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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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昨天還說 18毛丑虎那樣 你無丑虎極 你想想李斯堅那樣 他就算年輕 瘦幾十磅 你怎麼診 還有李斯堅 今年大約是四十多五十歲 四十多五十歲 你回到30年前 即是做社女 不是 可以 因為當時還沒有不孤 即是做社女 沒有不孤 為甚麼呢 那是一件陀地來的 那是陀地 那是陀地 是可能很難做到的 但不是理財 我希望大家 真的要有事實根據 但他既然以前是做雞 也不影響他現在的公信力 他現在的公信力沒有 是因為他倆實在太狼臭氣 你只是說我們欺凌你 也沒有人相信 你怎麼得高人欺凌你 說回梁志祥 他說 看過黃飛鴻電影的人 就知道雨姐是武器 是跟奸人堅格鬥 我要逐句拼他 這條狼臭 你們看黃飛鴻看得多 很多人做過 趙文卓做過 李連傑做過 最經典的關德興 關德興的黃飛鴻版本 有沒有用雨姐打人 有 看過 有嗎 是跟奸人堅格鬥的 有 他認為雨姐可以傷人 是基本常識 是基本常識 我想問 有什麼不可以傷人 什麼都可以 什麼都可以 你的筷子都是武器 你練得夠 牙籤也是武器 你練得夠功夫 像你說的牙籤樹葉 我比較像我卑鄙 你練習鞋子 不要跟你說 我練習鞋子 大家可能無論是煉鐵砂掌 我如果跟人打架 firmly要報 我沒有普通襲擊的,我是用重有攻擊性武器,因為我雙掌和我手掌 大家不知道而已,那又說是,他説余姐可以用武器雙人是基本常識,質疑其他人沒有歷史常識 歷史上的黃飛鴻有沒有用,有沒有人知道? 歷史上的黃飛鴻是說廣東十虎,我們就知道那麼多,他有沒有黃飛鴻,有沒有關德興,你連結照文章,這麼帥 落過香港的,那也好成問題,好像肥肥的那張照片 他本身的事跡也沒有那麼厲害,他用歷史上的大人,他說小時候長輩說出街要帶傘,他小時候長輩出街要帶傘 一來用來遮雨遮太陽,我們認同遮雨遮太陽,二來當行,手掌,好像我死鬼老爸,臨尾的時候,他那幾年都帶著定把傘,因為怕不夠力的 其實是OK的,但是自己怕,第三就是用來打野狗 他不知道以前的傘和現在的傘的分別在哪裡? 以前是怎樣? 以前的傘很硬正的,好像梁蘇記那些,用幾十年都不爛的 他本身是,我有個感覺就是,本身不要說那些傘,那些傘骨 他不要說那些傘骨,那些傘以前好像是實木那樣都有的 很實正的,那些傘就可以 老實講梁蘇記翔,什麼都可以是武器,是你用不用的 你現在又是用那種和執制,喂,你們一點都不和平,因為你有傘 OK,你們有傘,所以警察打你們是合理的 我又要再跟你說,你真的這些傻瓜就是禮橫折捕,他偏偏騙到人 就算,那把傘真的打人 OK,於是乎,那時候我們看到的,你又放催淚彈有性 OK,但是我們的鏡頭拍出來,就是擋你的傘淚彈 就是擋你的傘淚彈的,OK,好啦 好,如果你要認為他沒有打人的,就麻煩,你要找到完全沒有警察受傷 那警察又是受傷,什麼都是受傷,你完全沒有連貫性 你這樣繞,你越繞,梁志祥,我跟大家說,你越繞就越反感 香港市民,就正如我們,其實這次真的被你們玩死 每次看到民氣差不多了,應該收工了,不用去睡街 你們又來,還要說這些傘說話,大家看到,所以這些狗,梁志祥,屌你老母 不要說狗了,狗也比他好,這些是什麼臭狗 你只看,撈不成,或者撈不成,合格有事 為什麼呢,只看譚耀宗,葉國謙,甚至乎最偉大的陳婉嫻 有沒有說過一句話,在這件事上面 香港警隊既然已經成為一個真真正正的國家機器 大家事實上真的不需要對他有什麼期望 現在用一個全民的壓力,你說希望他做好,他會慢慢做好 是很難的,是很難的 香港公安化就當然了,今天我看微信,還是微博 什麼貴州公安,不知道怎樣,只要入川強姦 貴州高的公安,香港遲到是這樣,事實上發生過了 好了,說回打人這件事,他們真是狗狗狗,走路上廣州 好打不打,打著社福界 打著公民黨人 公民黨人,我想在這件事上說,如果昨天打了一個是娛脅公民的人 甚至乎是人民力量的人 你猜反應,整個輿論是怎樣 反應肯定沒那麼大,一定沒那麼大 是啊,可能有多些人等黨是活該的 無線會跳播,因為那時候無線都不知道那個人是什麼 是的 那麼,你覺得那些… 會口沒那麼大,起碼不是社福界 甚至乎那些傳媒是不會怎麼說的 可能不說,比比 是只有幾個會說一下,可能大班人說兩句 叫做,禮賓樂壞了,禮賓樂壞了,那就算了 OK 好了,好打不打,打著 那於是昨天那些城福灣社福界、閹記 就去報警 湾仔的總警署 我差點想過去 那就是百多人 差不多 五百 好像有五十個人報警 百幾個 百幾個報警 開頭是為警察官的 後來警察就安排他們可以去逐個報警 但是只有一個…一條線 一條線 不是,第一他搞不定,第二他也要消磨你的 他們也想消磨你 OK 但是呢,公民抗命呢,所謂不合作運動 就是搞這些東西 是正確的 是,要搞這些東西 他消磨你的時候,你也有Patient 消磨他 那你沒事的,三兩個在那裡 那有些其他就去,你兩人出去喝茶 那些醜 對不對 老實講,如果再串些東西 那我們就發動 那報警是正確的 我們盡了市民責任 不是啊 我們遲些可以發動八百人一千人去自首 自首 好,我們也犯不犯 但這件事我想說一下 社福街這班人是比較少出來的 是的 但是今次被人搞到,他們的損威 那你終於受不了 那些人就是這樣 你不搞理,你不出聲的 但是,其實是很難的,我也不明白 尤其是有時候,每個人都看飯碗 不敢做 尤其是針不刺到肉就不知道 尤其是不敢做第一個 尤其是不敢做第一個 所以這次呢,好像第三節 我們會說多些 究竟現在的情況是怎樣 因為現在的街頭很著迫 很嚴重 沒有人能夠說出一個科案 或者是怎樣收科出來 好了 那我想說TVB 你不可以說TVB的那些記者是怎樣 前線記者 打出過前線記者 聯署了一封信 就是公開信來的 表達他們認為 他們最初那條片的報道是正確的 他最初是怎樣的 他說拳打腳踢的那句說話 那跟著他們的老總 袁志偉又怎樣說呢 後來關掉了 改了 改了懷疑 襲擊他 因為打他 改了懷疑 其實呢 我真是很難客觀 我呢 就看過那段片 我真的都是網上看的那些 袁志偉版本 是沒有咳過的 只不過是改一個字眼 改一個字眼 其實是可以接受的 但是為什麼 坊間這麼大反應 又或者那些TVB記者 會突然出來聯署呢 是因為第一 首先他們覺得是好的 客觀事實報導 當時他拍到真的拳打腳踢 拳打腳踢 他們不是客觀事實報導 是客觀事實報導 第二就是 我相信他們受的壓力都很大 很大 一直出身來 出身來被我們吵架的 不要說我們 就是給社運界 吵架CCTVB 不想接受訪問 這樣 這樣有情形 第二就是 吵架你老闆實在看不過眼 這個袁老大 太混蛋了 太混蛋了 這條混蛋了 我今天就會講一下這條混蛋 這條混蛋 大家 對袁志偉有多少了解 我們知道你訪問郭執明 不是訪問過很多人 李鵬 李鵬 袁志偉 我從小到小看到他很大的 是的 我們年輕人看的 我今天就是做過功課了 我在維基上登了一些資料 袁志偉 袁志偉在香港浸會學院 傳理系讀書 大專時代 可能是21歲的時代 或者19歲 甚至乎 就開始在無線新聞部任職新聞主播 由1979年80年代 及後就做實習記者 全職記者 兼主持直至新聞主編 後轉至公告事務科 我不說了 先頭主持過很多節目 因為那時候我們還有看電視的年代 新聞透視 97透視 也都做過晚間新聞 五間新聞的主播 很長時間 也不錯的 那時候做得不錯的 其實他從77年正式加入無線電視任主播開始 直至1999年12月20日 澳門回歸直播為止 你計算了 778797 即他做主播 做了22年 所以我們是一直看著他的 是的 看著他的 但是 從何時開始呢 就是90年7月 袁志偉 在六四事件後 是第一個 全世界第一個 外國記者 獨家訪問 李鵬 笑容滿面 親切握手 OK 那個也是我們香港新聞史上面的一個經典場面 現在經常被人說的 OK 但是 那時候 即使是這樣 那個報導 竟然是當時無視新聞 那時候 90年代初無線 真是紅馬一時 收視率最低的 暴跌的 同時 在同一時間 亞視就伸了三點 它是暴跌十七點 那時候 90年代初 1989年代初 1990年代初 訪問李鵬 那時候那個人想抽出李鵬來打 趕客 你能不能連下王尖 寫一首磁場談過 過聖間 好了 他立場是一向親共的 尤其是被人踢爆 原來一直無線 近些十年八年 用那些 譬如說 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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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麗 什麼 拖特迪阿 本身就是爵下海岸 那些亦譴音 全部跟著大陸的亦譯 那些亦譯 喀達非 一個狂人 改了名字 喀達非 就是喀達非 全部跟著大陸的 而且 很喜歡 譬如在 例如在 輕輕輕帶過 譬如其中暴動 就是事件 總共是誰 是一個 含德林醬皮糖,終於這次激起,起碼他們那班記者的憤怒 但是這27個人呢,你猜你有沒有能幹呢? 暫時都有的,我想 我們認識得來都預料不幹的 問題就是你不是幹不幹無線 在外面都沒有什麼要幹的 現在香港的傳媒生態 分分鐘要轉行的 那可不可惜呢?轉行 我也不可惜 如果以收入來說,香港一點都不可惜 做新聞就有錢賺 你掩著良心做事,你不開心嗎?做人做得這樣 但是老實說 有時前線記者,甚至前線警察 不過前線警察我就不幫他了 前線記者有時寫一些東西,拍一些東西回去 改到七七八八,改到八八九九 那你有什麼意思呢? 連據報道事實都不行 所以這種狼樣,老實說 還會存在大家的立場不同 互相尊重 我昨天,我們會說 有節半時間,就開始說 旺角和策略性 我們將會有的看法 去到那裡之前,我想說一下 昨天我在餐廳 遇見兩母女,當然 當然,一般我招呼他們 說我們這些東西很好吃 那些東西就不表了 那兩母女都是黃絲帶的支持者 OK 但是兩母女呢 一個人說 我在那裡提到 誰想企圖開槍 她說 好在沒有開了 如果開了 就中正美國佬計 兩母女是黃絲帶的支持者 到今時今日 還有很多人認為 美國佬要搞亂你香港 就是入腦了 那美國佬是否搞亂你香港 那麼高層次的事情呢 我就不會在那裡說 那當然 我不認為美國佬有心搞亂你香港 美國佬只看下千福 那麼多的人 一到這件所謂的雨傘運動 革命也好 什麼都好 這都很笨 對美國來說 至少在這一刻 對她最大利益就是 不要動 不要變 OK 所以我們會看到 現在的運動 就交著得很重要 譬如 有一幫人是堅決要撤的 堅決要撤的有什麼人呢 有哪兩種人呢 是堅決要撤的 第一種人 我姑且說三種人 第一種人 建制派當然要撤 不要搞亂社會 有一種人 就是以美國為首 美國的代表在香港 有什麼美國代表的人 不斷說要撤 陳日君 李柱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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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一幫美國的代理人 如果我們相信是美國的代理人 要撤 第三種就是 或者類似老蕭那些 覺得策略上是應該要退 大致有三種人 要撤 OK 但是這個美國佬有一個心 我們說一說 現在的運動 就是交錯了這麼多晚 我們慢慢在那裡聊 聊來聊去 我們自己也低B仔 但是跟很多 我們很順敗的人 其實沒有人給到答案 下一步是怎麼做 李柱銘 李柱銘 現在這個很明顯是膽小鬼遊戲 屌你了 誰叫撤就壞了 OK 那麼 李柱銘 不如我們進入這個話題之後 說說我們旺角見聞 有沒有人騎劫 李柱銘 我不覺得 一路 以我這麼多晚來講 嗯 曾經左膠也想騎劫過的 嗯 聽說就是 但是就 是啊 那我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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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個佬呢 你覺得有沒有人 是想騎劫 王國國會 大會 說真的啦 騎劫一定有人想騎劫 嗯 問題 你王國 正正 真是一個呢 全民運動 是人的 每一個人的自發的運動 嗯 由下而上 來自不同階層的人 他怎麼控制啊 怎麼想騎劫 嗯 誰騎劫 想騎劫 被人屌到七彩 對不對 所以 那些諸心論 什麼什麼 五毛論 那些想說 誰誰騎劫 旺過呢 就浪費了 嗯 喏 我覺得這樣 想騎劫 就很多人都想騎劫 是啊 如果從政的人 不想騎劫 就真的笨人齊 當然 但是行動上 具體上 我見不見到有人想騎劫 我真的不覺得 不幫明顯 喏 我要說清楚一點 如果真的說要有的 就是那些左膠 但我都不覺得他們好 因為他們一向都是這樣 會說那些話 一向都會說要開這些大會 喏 現在呢 為什麼呢 一說有人要開會 就馬上被人搶到 會都不敢開 於是其實真真正正的 我們又看到他們好像 我們慢慢下去 他們好像在沒有人領導下 又好像自然有自己的規則 有一個秩序 有一個秩序 喏 這個秩序就是來自公民治國的反應 但是 旺角的人 我可以這樣說 那個意志是很堅定 但是想法可能是各個很不同 現在只是說不撤 總而言之就是不撤 那不撤想怎樣不撤呢 難道我打算趁勢在那裡蹲 其實這個是很麻煩的事情 好了 那說回 騎劫 有人說人民力量順 嘗試下去騎劫 你們有沒有這樣的感覺 應該都沒有 沒有 人力呢 我就是晚上才到的 他應該很多時候晚上 八點至十點那段時間 就會在近些 阿加勞街 不是阿加勞街那邊 他們在那邊 那個時候 那個時候 他們會有個街站 為什麼呢 其實現在旺角的情況 就很吊詭 盡量那些人 都不喜歡去中間大台 其實中間那個 不是叫大台 就是在中間有個形 為什麼 我甚至乎 我自己從來 沒嘗試過去那裡發言 那 最重要的就是 黃毓民 黃楊達娜 我們首先撇開 你們常常說 跟黃毓民 我們撇開這件事 你們覺不覺得 黃毓民想騎劫那裡 不覺得 黃毓民想騎劫那裡 更加 他下去有說話 但是講話 講真的 平心而論 你不要說什麼 他基本上 每天都有出 但是我們在現場所見 他出來 又抓米 是事實 有問題 全部都是打氣說話 加油的說話 也都不會說 長篇大論 兩三分鐘 很快就走 就是這樣 也都 也都 沒有說動旗 也都沒有說普羅旗 也都沒有說月月旗 也都沒有說月月旗 我們棋劫呢 這個純粹是公平 我們自己 用眼所見 嗯 就這麼簡單 好了 那 我覺得呢 在這個時候 老實說 你要我去說服一些 認為 黃毓民 收到共產黨的錢的人 因為永遠都沒有證據 證據 那我就真的沒有本事說服 我亦都不知道他有沒有收貨 所以他和你送貨 不是啊 我亦都不知道他有沒有收貨 但是證據 那 有些事情永遠拿不到證據 就是他們自己這樣說的 大靠這麼說的 老實說 我全部都是老友記 甚至 因為對我來說 就算政治立場不同 我都真心當他們是老友 可能他們會對我有嚴規 覺得屌你 你還不跟他們 一定要交心的 你最好殺了 不知道誰是誰 最好殺了黃毓民 你會抓他的頭上來 那我就跟你做朋友 黃毓民 那如果要這樣做朋友 我寧願不想要朋友 我自己有個人的意志 我也是看見那件事 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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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我們說打到貫産黨的嘛 不是說那些,是真的說話而已 就是為什麼說話都不行 沒有,只是說話而已 只是說話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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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旁邊的人聽得清楚 小聲都這樣 那麥麥很小的,應該要不要吵齊他 都不行,那我就說了,那我就明白了 我不認識你了,等好就打他了,不要臭氣 那問題就是,我們很溫和地拿著麥麥 那問題,其他人不知道什麼人 叫麥麥都可以的 很大聲地,我又可以 那沒有人理會,我們 為什麼不行 你真是說話 沒有說說話,不說這件事 沒有啊,直接拿著麥麥 今晚呢,用回這些聲線 很溫和啊 免得空國不想用那麼大力 屌你老母,這些臭氣 還說他旁邊的人躺著了 你知道嗎,樓上的人躺著了 屌你老母 道理是對的 道理是對的 那為什麼人家就可以 說來講去就是這樣 欺負我們 屌你老母 看到我們這陣子靜靜的 屌你老母,臭氣就欺負我們 不過我們老懷安慰的 老實實說,其實不是很好 你起碼現在,我慢慢坐在那裡 屌你老母,不停撥去那些臭氣 屌你老母,衝啊 我真的不衝啊 我真的,不要以為我 第一就是臭氣 你當我臭氣 屌你老母 最重要,我真的很累 屌你老母 而且現在也很累 屌你老母 那些臭氣 那我覺得呢 我們都做了一個好的示範 就好像前晚 牛精文屌那些警察 說他們全家屌 叫那些警察 回去看看自己的兒子 有沒有生高遠男 那我整晚沒有出聲 我很溫柔 怎麼知道那警察又頂不順 那些警察又頂不順 我又說 幹什麼你老母 就是我們最喜歡做這些 一行就幾百人一起去 然後我就說 人家去 我慢慢走下來 不然豪宜二隱瞞我 我幾十歲 我仍然他們 有足夠的能力 一定要做的 因為這群人實在太囂張 老實說 沒有人想警民關係對立 但是那群人實在太囂張了 如果你在現場看到現在的警察 是把你們的市民 即使是女人都好 是完全當你們是暴民 是暴民 是豬 到了今時今日 不是當你人的 到了今時今日 我們市民 我真的可以拍手掌 我們香港人 即包括古惑仔 包括讀書未必很多 即我們用耳貌取人 大家都是為了那件事 忍著一口氣 是不是 忍著一口氣 不要去吵 你好像現在是誰這樣 Kickle他們那些 他也都會去 你兩人去維持截障 雖然現在說要吵人 但是他盡量去到某些位置 他某些位置 他會維持 不是啊 你為什麼不維持 不然就真的打了 大家是很和平的 大家又猜不猜得到 好像金鐘那班 他們又猜不猜得到 你經常很害怕旺角 很害怕 人口很複雜 但是到了現在 我覺得旺角 最安全 很安全 而金鐘呢 你說他們沒有了道嗎 是不是 喂 都站在前線 很多市民 包括我們也有的人力 那些 站在前線跟你練過 那一會兒 第三節回來 就正式講一下 又講到陳雲 左膠 策略 還有講一下你的朋友 怎樣 你們有幾個戰役 我面對過一個 第三節回來講一下 這個情況